自古以来 英雄的身边从来不乏美人存在 而美曼作为超级英雄的产元帝之一 自然也不会例外 这些颜值与实力并存的英雄 在命途多舛的人生道路中 总会不可避免的遇到很多同病相连的人生伴侣 而由于不同的英雄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各色各样的英雄罗曼史 当我们看惯了像托尼与布鲁斯维恩这样 月历丰富的花花公子后 像皮特帕克这样阳光男孩般形象的感情世界 就更让人好奇 第一个就是贝蒂布兰特 也是最没有存在感的第一任 贝蒂布兰特是皮特在早期漫画中的第一任女友 与她一样 贝蒂也有着一个并不富足的家庭 而她喜欢上皮特的原因 也正是来源于她的平凡和朴实 与大多数女孩一样 贝蒂也需要一份平稳幸福的爱情 而这恰恰是皮特的另一个身份 蜘蛛侠所无法给予贝蒂的东西 与此同时 玛丽 简与利兹艾伦的出现 使贝蒂更加失去了对皮特的信心 两人最终走向了分手 虽然贝蒂是彼得在漫画中最早的女友 但却从未在荧幕上 以彼得女友的身份出场过 尽管如此 贝蒂还是在蜘蛛侠的各部系列电影中 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了观众的眼中 在最初的蜘蛛侠三部系电影中 贝蒂作为报社秘书登场 在最新的蜘蛛侠英雄归来中 贝蒂以一个学校新闻主持人的身份露面 第二个 蜜茨艾伦 后知后觉的爱情故事 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 皮特的初恋变成了一个黑人女孩 蜜茨艾伦 不同于电影中的蜜茨 漫画中的她在登场时 并没有对皮特有任何的好感 甚至呢 还有一些轻蔑 与之相反 皮特却在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位女孩 而后来的剧情却并没有向电影的方向发展 皮特在初见的成熟中淡缺了对蜜茨的好感 而蜜茨却在后面的时间里 越发喜欢上了皮特的成熟 于是 在最后的毕业典礼上 皮特最终拒绝了蜜茨 三 时间线上的初恋 格温 斯德西 也是皮特一生的遗憾 作为所有与蜘蛛侠有关的女性角色中 少数登上了银瓶的漫画人物 无论是对于蜘蛛侠的粉丝 还是对于蜘蛛侠本人而言 格温的存在 在皮特的世界中 永远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小蜘蛛的粉丝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格温与皮特的爱情 在皮特与绿摩奥斯本的战斗中 格温不幸地成为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格温的死 不但成为了皮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也成为了皮特内心世界里一块 永远无法痊愈的疤痕 四 玛丽 简 终或真爱 却又以不幸而告终 在皮特所有的红颜与伴侣中 玛丽简有这一点 不输于格温斯德西的人际 在漫画中 玛丽简也是唯一一个 与红颜皮特修成正果 并结婚了的女性角色 在1987年的漫画里 玛丽简嫁给了蜘蛛侠 此后的几十年中 玛丽简也一直是蜘蛛侠的官配真爱 直到后来漫威发生了一个大事件 内战 蜘蛛侠因为加入了钢铁侠托尼的阵营 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招来了宿敌精病的暗杀 致使梅婶不胜中将性命垂危 皮特为了救自己的婶婶 无奈与魔鬼莫菲斯托签订了协议 以他和玛丽简的婚姻为代价 换取了梅婶的性命 此后二人的婚姻 只能在历史中永远的消失 其实 彼得一生中的情感伴侣还远不止这些 除了前面的三位普通女性之外 黑猫 精气队长卡洛尔 幻影猫 凯斯林 小淘气 蛛丝等我们熟知的经典角色 都曾与皮特有过不同的情感经历 有的是红颜知己 有的是恩情相报 他们之中 似乎每一位都有可能与皮特相伴终身 却又无一例外地 只能与皮特擦肩而过 在一次次给予了皮特 承重打击的同时 也让无数蜘蛛侠的粉丝 对皮特一幕幕遗憾地 无限惋惜 或许 在皮特成为了蜘蛛侠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他这一生 坎坷而又心酸的艰苦之路 金 金 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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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